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言道 靠山伤会倒 靠人人会跑 人生在世 一切靠自己最可靠 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助导 只有强大自己 即使前方再危险 也能顺利跨过去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学会这样自救 人才能向前走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前几天张绍刚在一档节目爆料 自己曾经因为争议陷入人生低谷 退隐三年半 平时跟你很亲密的那些人 突然在这三年半里 他觉得你没有价值了 就离你越来越远 有嘉宾问他什么感受 张绍刚回答说 这就是现实 人的天性是木强的 当你强的时候 整个世界都会对你和颜悦色 当你弱的时候 就会发现 当初对你甜言蜜语的人 全部冷言冷语 你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不要对别人满怀期待 看到一位高人说 成年人之间关系融洽 本质上是有很多既得利益 甚至于大多数人之间的关系 都是利益关系 这就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之一 不要感叹什么事态炎凉 否则只能说明你太幼稚 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的父母 夫妻 很难有人无缘无故地帮助你 能做到锦上添花已经不易 就不要强求别人雪中送炭了 大家还记得那个看起来憨憨的香港明星 肥猫 郑泽氏吗 上世纪90年代 黄金配角郑泽氏 严酬拍电影很赚钱 开了一家电影公司 谁想到他投资的电影 每一部都赔钱 不仅很快就破了产 还欠下2000多万港币的债务 那个年代 2000万堪称恐怖了 毕竟就算是张国荣 林青霞这样的一线巨星 当时的片酬也不过三四百万港币 郑泽氏想靠拍戏 还钱非常困难 他无奈之下只好求遍圈内好友 可惜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手帮忙 当年很多巴结他 奉承他的人 甚至连电话都不接 郑泽氏值得变卖了所有家产 搬回了贫民窟 甚至很多次想要自杀 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了这样一句话 娱乐圈没有真朋友 也许你会说 你这是毒鸡汤吧 人和人之间就没有真情在了吗 朋友之间就完全没有 全力以赴的帮助了吗 人和人的关系 怎么可能全都是利益 那人都是个人自扫门前血吗 其实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试试找朋友借钱 但凡能借给你的 都是你需要用一辈子珍惜的好朋友 当然也不是说没有例外 只能说很少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们可能要全力以赴 才能勉强过好自己的生活 要求别人腾出两只手来帮你 可能是一种奢望 何况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只不过有人不愿意承认而已 自救而不是抱怨 制造负能量是会上瘾的 因为我在做个人成长类的内容 在生活中难免会充当一下 知心大姐姐的角色 经常听人各种抱怨 工作太累 生意亏钱 工资太低 同事操弹 伴侣出轨 每个人都说 自己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 后来我发现 他们这种抱怨 除了把负能量传递给我 让我也很压抑之外 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 更关键的是 抱怨不仅不能改变现实 还会让你抱怨上瘾 我之前看过一个蛮有意思的数据 美国华盛顿里根机场 每年能收到8784个 抱怨机场噪音的电话 仅一个两口之家 一年就打了6852个投诉电话 占比78% 多勒斯机场 一年收到1219个 抱怨机场噪音的电话 其中有1024个 是同一个人打的 拉斯维加斯机场 一个月收到了460个 投诉噪音的电话 其中有450个 是同一个人打来的 说真的 有这个时间去打电话抱怨 还不如想办法搬走呢 但他们却宁愿 打海量的投诉电话 也不愿付出行动 改变困境 我记得以前 有个传播学者说过 抱怨是会上瘾的 因为要么是为了 得到别人的可怜和安慰 让自己在被害当中 获得情感的支持 让所有人知道 错不在自己 要么是麻痹自己 我不是什么都没做 而是问题太难了 减少自己的负罪感 最后什么都没做 知乎上有个提问 窦维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用户汪延忠的回答 异于中地 不是笛子 不是嗓音 不是容颜 更不是八卦 而是在所有人 都对着他打瞌睡的照片 大肆评论的时候 他已经一觉醒来 下车出了地铁站 回家继续搞他的音乐曲了 对待人生低谷 最好的办法 是放下怨气 专注于解决 专注于解决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心态 荀子有句话说 自知者不怨人 知命者不怨天 怨人者穷 怨天者无智 永远不要抱怨 提太难解 永远要思考 自己为什么没本事解题 让自己强大起来 是一切的根本 你别无选择 你只有选择硬扛 在这个世界上 有人住高楼 有人在深沟 有人光芒万丈 有人一身铁锈 大多数人脱了三四层皮 也不过是从深沟 爬到了山脚下而已 看到过这么一段故事 去年老婆怀孕 三月份成家 不到一周时间 老妈住院 尿毒症 5月20日 龙凤胎儿女早产 孩子出生住的保安箱 期间老妈在医院 打算拍照给她看 探视时间 只有周一下午 周日早上 医院电话来说 叫不醒我妈了 照了CT 初步判定 脑出血 医生让转入重症室 多种并发症 治疗意义不大 我问了舅舅他们的意见 也只能那样 当天下午晚上 表哥等过来探视 老妈右侧已经动不了 左边还有反应 还会流泪 第二天 5月28日中午时 医生告知脑死亡 签字回家 回到家一阵子 呼吸拔掉 就那样走掉了 9月4日 老妈过世100天 和亲戚吃了个饭 9月6日中午 大嫂打来电话说 我爹中风了 脑梗死 手术 出血 开炉 9月底 开始做康复 好心酸啊 这一家人在半年内 常遍了生离死别 但是给我最大感触的 还不是这段不幸的经历 而是男主的一句话 生活不易 多苦多累 只能硬扛 很多读者都会问我 我现在很困难 一样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其实我想说 有些问题就是无解 你要么放弃 要么只能硬扛 你知道没有特效药 只是知道不能怕 未来不见得更好 但你得走过去看看 才知道 你只能赌 赌自己能够熬过去 生活没有给你任何许诺 但你也无法放弃 你只能赌 赌自己有机会熬过去 独自己穿过乌云之后 能够看到彩虹 因为你知道 只有人向前走 苦才会退后 最后送给大家 村上春树的一句话 我或许拜北 或许迷失自己 或许哪里也抵达不了 或许我已经失去一切 任凭怎么挣扎 也只能屠呼奈何 或许我只是 突然拘一把废墟灰烬 为我一人蒙在鼓里 或许这里没有任何人 把赌注吓在我身上 无所谓 有一点是明确的 至少 我有值得等待 值得寻求的东西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